王主于君最近就段时间,关于范冰冰的消息,似乎还是有不少的,比如,范冰冰的事情,算是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了,对粉丝们来说,还是蛮高兴的,毕竟,自己的女神只要出钱就没事了,这已经是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了。 随着这样的事情基本上尘埃落定,范冰冰方面,也是及时的给出了回应,比如,在网络上公开道歉了,述出了自己的不足,并且表明了态度和立场,这样的现实,也意味着一点,范冰冰的事情,应该算是尘埃落定了。 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,立场似乎也是及时的跟上了,此前,二人一如既往的低调,低调到尘埃里,一点消息都没有,但如今,随着范冰冰公开道歉,关于立场方面的消息,也是及时的来了。 一开始,是朋友圈里面,他一似立品范冰冰,这样的事情,也是立马上了热搜的节奏。 看来,对于二人的感情世界,许多人同样是很关注的。 那就是,经历了这样的大风大浪之后,二人的感情还如何呢? 李晨是不是抓来了?如今看来,与外界的猜想,似乎并不是完全一致的,如果说朋友圈还只是私密信息的话,那么如今的李晨,则是完全的公开了。 那就是,其在网络上,发布了十一个字,蒙管多难,咱们一起度过去,这样的说法,其致鲜明地表达了李晨的态度。 观点,这样的举动,同样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,以及点赞。 毕竟,在这样的时刻,很多人的选择,或许还是大难临头各自非。 显然的是,至少目前来看,李晨并不是这样的人,在第一时间,竟还是站出来生人自己的未婚妻。 这样的情谊,的确是令人佩服的,而这样的李晨,其实不过是娱乐圈力挺范冰冰的第二人。 第一人是谁呢? 就是此前的周杰,周杰与范冰冰,其实是环珠格格剧组的演员,那时候有传言着,二人的关系还可以。 但后来,周杰则似乎与环珠格格剧组有点距离了,至于原因,众说纷纭。 但在这样的时刻,周杰在为自己申讨的同时,也力挺了一把范冰冰,这样的周杰,也被人点赞了。 那就是,其还是很耿直的,因为这样的时候,很多人都是选择回避的。 李晨发文力挺范冰冰,成为乐圈第二人,第一人有点意想不到,因为第一人居然是周杰,就在之前,的确是没有想到的。 但不管怎样,我们都祝福李晨发冰冰二人的未来,能更加美满与幸福。